4月份这经济数据出来以后 我不太敢说 也不知道今天发这视频 大家能不能看到 其实正常每月10号左右 发经济数据嘛 发成绩单 这个月它晚了几天 心里就有点普了 应该不是太理想 加上这几天的A股 房地产 机械 咱们一直讲的稳增长板块 突然起立 得就知道 盘后应该有事 来吧 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看看数据 分别从企业端 和居民端来分析 先看企业端的 M2加涉融 乍一看M2 10.5% 可以两位数增长 说明央行这水 是真放了 M这个数据 以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今天再简单的说一下 M1代表着你的现金流和活期 你想买买买 随时能拿出来的钱 M2是在M1的基础上 加上你的储蓄存款 反映了潜在的购买力 那如果M1 M2的减刀差越来越大 说明啥呢 要么你手里没钱 要么你有钱 但你不想花就存着 流动减少了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 3月是-5 4月是-5.4 M1比上个月减少了9000亿 一直喊着宽松 没想到市场中的活钱 还在减少 还有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纵观历史 M1减M2的这个增速差和上证指数 基本是成正相关的 这也不难理解前段时间 股市为什么跌了 摄融呢 4月份摄融增量为9102亿 比上年同期减少9468亿 无论是跟去年比 还是跟上个月比 都是腰斩的 摄融简单来说就是 整个社会借钱的总数 社会上借钱的人多 说明啥 大家没啥压力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4月显然不是这样 企业躺平了 我不要贷款 我不要扩张 我只要裁员 不得不说 4月份这东部沿海地区 受疫情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再看看居民端 主要是新增人民币贷款 消费贷款减少 住户存款减少 尤其是住房贷款暴跌 4月份的房地产销售数据 同比下降46.6% 这个我自己在上海能感觉到啊 都封在家里呢 看啥房地产 先解决吃饭问题 居民也躺平了 我不要买房 也不要买车 我甚至想提前把房贷还了 无债一身轻 我说最近怎么老有人问 要不要提前还房贷呢 在这儿等着我呢 要不要提前还房贷 这问题其实特简单 想明白一件事就行 下期视频跟大家聊